再来看到台北市长蒋万安 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同出席 市壮运记者会宣传体育赛事 而针对能源议题更不约而同 喊话中央务必要务实具体规划 另外明天北北基桃 蒋万安侯友宜张善政 将与谢国良市长同台 两人也再度向谢国良加油打气 祝福他能挺过罢免风波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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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万安跟侯友宜同框互相拉抬声量 继续为市壮运宣传 受访期间延续能源议题都喊话 中央必须务实具体面对 中央政府应该要正视 而且很务实地面对能源政策的规划 中央要拿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态度 该转型该重新配比 不要让大家非常的担忧 能源政策至关民生产业都重要 不过身为北北基桃 重要诸侯的两人 面对拆良行动第二阶段 总共四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件 联署书正式送交基隆选委会 周四就要在北北基桃 减叹记者会中合体谢国良 借机申远自家人 我想国良市长在过去这段期间 我们北北基桃合作得非常的愉快 国良在基隆市做得很好 到处做会表 谢国良加油 面对拆良行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拍板 要全力护良陆战总动员 催出选民投不同意票 目标冲破八万票 市政府努力地把私产拿回来 结果你们用发动罢免的方式 这样对我们的谢国良市长 朱主席再度炮红绿营 党中央也已经启动地方组织 转手围攻避免拆良升量 继续发酵 记者上转刚一节台北才分报道 电视频道 我们下车新水民放异